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的暗恋儿还火了 把男朋友的名字藏在耳朵上 嗷甜 迪丽热巴的暗恋儿还火了 把男朋友的名字藏在耳朵上 嗷甜 大家都知道 娱乐圈中有很多荧幕CP 圈粉无数 而最近 小编辈杨阳和迪丽热巴 这对荧幕CP圈粉了 要知道以前杨阳和郑爽是CP呢 可是最近和迪丽热巴站在一起后 更加圈粉了 最近 杨阳和迪丽热巴两人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 一直在拍摄 而就在刚刚 小编刷到了官博等多方面的消息 这部剧杀青了 不仅如此 网上也放出了演员们的杀青照 还有杨阳和迪丽热巴杀青 互送礼物的视频 俊男靓女的铜矿 着实是太阳瘾了 在你是我的荣耀中 杨阳饰演男主于途 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女主乔晶晶 两人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从书本里走出来的人物 在互动礼物的环节 更是搞笑极了 迪丽热巴送给杨阳了一个导药碗 而杨阳则送给热巴了一个棉花糖 这俩人也太搞笑了 除了礼物 更加吸引人的就是迪丽热巴的装扮了 长发披肩 露肩毛衣很是迷人 而此时 耳朵上的耳环更是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一下子耳环火了 大家纷纷寻找同款 我们仔细看 可以看到热巴耳朵上戴的耳环 形状是一只兔子 而玉兔又名于途 在剧中乔晶晶一直暗恋于途 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 而在看耳环 这不就是乔晶晶把男朋友于途的名字 戴在了耳朵上啊 如此甜蜜的情节 不得不说 很用心 看起来两人在一起 也是吼甜吼甜的 处处都是粉红色泡泡呢 对此你怎么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